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银鹤频道 我是TONY 用法是所谓的 如果把影片中的音源 截取出来之后 再把它转换到 魏力导演19去做编辑的用法 首先 你可以去试着去录一段影片 比方 我现在去执行 一个简单的影片 比方说 ASS转SRT的线上转换 我现在录影片 录了当中 这是动作 这个不用去记 这是过程而已 好 那比方说我现在录完了 将刚刚录影的档案 如何传换为声音的音源 去开启一套叫 本发VVIDEO 这一套影音编辑软体 打开它之后 如果你的影片要做分割 再就到分割影片这个地方去做分割 那如果不分割 当然就直接转换就好 那我现在如果假设我是分割的 那我就把我刚录的影片拉进来 拉进来之后 这是我假设的 比方我现在拉到10分钟好了 10就好了 好假设就15秒 15秒 对不起是15秒 然后呢 这边我就把它剪掉 后面剪掉 储存它会产生一组 影片来 不管是新的影片 还是未剪的影片 接下来转换的动作都是一样的 那比如说我要去转换音讯 点音讯 转换音讯 好那我现在就是以我刚刚 切割的 那个影片去转换声音好了 那我就把这个影片拉进来 好拉进来之后来 因为我刚好在MP3的位置 如果不是请你点到你的MP3 然后我刚刚讲过 如果这个地方有出现低音量 其实你一定要改它 或者到时候你的音量会非常小声 那就加强它 加强这边去拉动它 或者用数字去调整 那比方说我现在拉动了 你可以去试听 试听完之后是你要的 你就按完成就好 套用它 他按完成之后 当然你去转换它 它就会以刚刚你的档案名 去转换成一组新的音源出来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关掉了 因为它转换完了 那我刚讲说如果 你是没有经过影片 而直接录制 在这边录制声音就好了 直接录制 那直接录制的话 当然选到你要的 麦克风的位置 一定要选对 好 开始截取 你就录制 我现在示范 123 test 123 test 5678 test 录制完 停止 它就会产生 一组新的音源出来 这个就是自己录声音的用法 那我现在把它弄完 用完成之后 我再回到刚刚影片 截取的声音 如何把它弄过来 威力导演的用法 那这边的话呢 我就把威力导演打开 比方打开它 打开之后 当然你要贿入你刚刚的音源的档案 这个第二组拉进来 拉进来之后呢 你再去配你的影像 或者说不配影像 单独音源 那我刚讲说 单独音源的话 如果你有配图像 或者是那个影片的话 音源一定在它底下 不可以放在上面 这是这一组的 这是这一组的 这比方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去听听看 就是你刚刚的 这个音源 录制的音源 我现在要教大家的 好 这样就算完成